來到Asses 12b 的第十六題 這裡說有三個人 就叫P,Q,R 不如我們就當他們 P,Q,R 這三個人 現在就決定 去不去一個 ceremony 其實你只有兩個情況 對於他們來說 對於P來說 就要是去要是不去 對於Q就是去或是不去 R都是去或是不去 所以畫的時候 我們會怎樣去做呢 G Diagram 首先看P P其實有兩個可能性 P要是去要是不去 不如我們就當YES和NO 這個就是P 之後無論P去或不去都好 其實Q也會有兩個情況 要是去要是不去 或者P不去都好 去都會有兩個情況 要是去要是不去 最後去到R 去到R 其實都是類似 假設P和Q都點頭話去 我們就會變成R 亦都會有去或是不去 兩個情況 就算P去 Q不去 亦都會繼續一開二 好 這個就是R的情況 好 所以我們可以列出 Port Support Outcome 出來 第一個就是三個都去 YYY 然後YYN 然後YNY 然後YNN 然後NY NY NY NNY 和NNN 其中NNY的意思就是 不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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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去到 下面去問一些問題 PART A PART A 他正在問 沒有人去 沒有人去的機會率是多少呢 沒有人去 那三個都是N 我們就數回 有多少個可能性呢 1 2 3 4 5 6 7 8 總共有8個可能性 所以 墳墓填8 這個我們叫做 Possible Outcome Possible Outcome 那墳墓填8 然後墳墓 當然 三個都不去 就只有一個可能性 所以就是1% 然後去到 PART B PART B 墳墓仍然不會變 仍然都是8 好啦 但是現在去說 現在只有一個人去 那是甚麼情況呢 一個人去 我們去看看 一個人去 有甚麼情況 是只有一個Y出現的呢 我們去看看 這個 這個 和這個 都是只有一個Y出現 所以 你數到有三個可能性 是一個Y出現 所以就是3 over 8 3 over 8